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卿 罗总 我只是想来看看叶子 叶子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你 华卿 你妈妈的病怎么样了 你都知道了 对不起叶子 我真的没有选择 没关系 我知道是高杰林拿你妈妈的安危威胁你 我不怪你 不过 华卿 如果你妈妈知道你做了违法的行为 她会怎么想 我 我没想到高总会这么做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请大家多多关照 别哭了 哭也解决不了问题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这些钱 应该购付你妈妈手术费了 我怎么能要高总你的钱 收着吧 你妈妈的病可拖不起了 拿着 你妈妈 你妈妈当初治病的钱 是公司出的 这钱是公司出的 你不相信 我现在就给公司参与 打个电话过去 华华卿 华卿 我需要你帮忙 你放心 杜卿和罗总会保住你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每个月还要承担 一大笔的医药费 叶子 是我害你被绑架 我应该帮你讨回公道 可是我不想伤害高总 他本性不坏 只是太偏执了 先是假怀孕 后是假流产 现在居然还绑架我 以他的性格 我不知道他还会做出 什么样的事情来 我们必须阻止他 华卿 明天我需要你帮忙 今天 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 我叔叔 已经收购了环澳集团 百分之五十五的股份 公司的股东一致认为 应该有个更优秀的人 来带领整个公司 从今天起 我 就是环澳集团的CEO了 罗锦盛 乌雅叶子 杜钦 你们都被开除了 东队 我有话要说 我要举报高继灵 我一要举报他排除异己 任人为亲 所有不顺从他的员工 都要被调离或开除 二要举报高继灵植物侵占 用他自己的职务 获取供应商的反点 三要举报他违法犯罪 找来非法笨子 绑架公司员工 乌雅叶子 华卿 你好大的胆子 你竟敢伪造证据诬陷我 高继 不要再讲 难道叶子他会自己绑架自己来诬蔑你吗 我没错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们没有惊动警察 就是希望你才能悔改 乌雅叶子 你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博取圣哥哥的同情 让他站在你这边 够了 叶子处处为护你 我来诋毁他 错的是你 我紧手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把我爱叶子开除了 回到我的身边 我还会全心全意地爱你 你心里面上 那你还站在这干嘛 你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还有你 你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保安 戏还没演完呢 找你解 司徒都跟我说 你居然敢背叛我 少废话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三十分钟后 把叶子给我带来地下停车场 听懂了吗 冤枉你 他们也冤枉你吗 我说我说 我全说 派我绑架乌雅叶子的人呢 是黄奥集团的女总裁 叫高锦灵 车牌号是正优837666 肯定知道 我派人赌过她的 不可能 他们不是已经逃活大将了吗 你终于承认了 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是犯法的 你下半辈子很有可能在监狱里度过 高总 你醒醒吧 阿清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对我说话 当初要不是我把你带入公司 你那个短眉的妈早死了 现在你有了新靠山 翅膀硬了 就像在菜 高锦灵 多亲 她有什么好的呀 你处处维护她 你处处维护她 告诉我 今天我的下场 就是日后你的下场 你们这具傻子 你们都被那个女人给骗了 你们被她骗了 没想到高总是这样的人 还好她叔叔及时来把她带走了 好 叔叔 你们先下去吧 你还要干吗 我想去跟叶子道个歉 我 我也还要叶子 杀人了 快跑啊 多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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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不救 120吗 这里是黄奥集团楼下 为什么 快叫一辆救护车 快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一次又一次 伤害我身边的人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好啊 放开你 放你去见叶子 叶子 别动作 千万别做傻事 多亲 没事的 没事的 不没事的 这就是你不停从系统安排的后果 我 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回他 和男主结婚将故事通关 人物才能回归原剧情 什么狗血的剧情 不过如果能救他 我嫁 但是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每次把话说完啊 但是回归剧情的杜青只是一个NPC 和你的生活再也没有交集 吗 就是我 和你 想把所有都给你 那他岂不是 永远地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是的 多亲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选择 爸爸 叔叔 你放我出去吧 叔叔 放你出去送死吗 被你刺伤的那个杜钦 现在还在医院呢 凶多吉少了 逃回大江的那三个匪徒 现在已经被警察逮着了 警察现在到处通缉你呢 你自己决定 要么刺手 要么出国 出国 我不要出国 我不要离开这里 闭嘴 这由不得你选 高家的脸面 都被你给丢尽了 王傲在你的带领下 市值不断地增加 而且行业的影响力 也越来越大 你的努力 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可是股份 本身是从我高家领取的 现在 你和灵二的事 我收回股份 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我所有的股份 全部退还给高家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季灵现在在哪 你知道吗 我有个消息 想亲口告诉他 叔叔 放我出去吧 我不想被关在这里了 放你出去 外面哪还有你的容身之处啊 今天我见了罗锦盛 盛哥哥 盛哥哥说什么了 他要结婚了 和那个乌亚叶子 什么 你在这里好好想想 是去自首 还是想要怎么着 我总不能关你一辈子吧 竟然和乌亚叶子结婚了 叔叔 我要自首 怎么样 找到高级领了吗 罗锁 已经四处都找过了 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多派点人去找 不必把他揪出来 罗锁 你看我们要不要报警吗 先不要 我怕把他逼结了 可能对叶子不利 好的 罗总 叶子 我不会再放开你了 我会一辈子保护你 不然什么是 我会吧 我会不拒绝 我会再放开 我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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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我只望 loads 叶子 我觉得这一刻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锦绍 我们开始吧 木牙叶子 我会用一生的时间 来呵护你 保护你 陪伴你 无论贫穷富贵 无论健康即便 直到永远 你愿意成为我的新娘吗 我不同意 胜哥哥 你永远都是我的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就知道这是你的圈套 可即便如此 我还是来了 因为我不能忍受 你抢走我的胜哥哥 他是属于我的 是我的 你以为你这是爱他吗 你的爱伤害了所有人 别胡说 如果不是你 我们早就幸福地在一起了 你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吗 我是傻 可我不后悔 我高继灵一生一世 都只爱罗锦绍 如果我不能和他在一起的话 那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高继灵 我们是进户区派出所的民警 你涉嫌故意伤人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会去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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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 你知道吗 我曾经远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样的灯光 一样的小龙虾 还有一个沙沙等待的男孩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如果不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他宁愿去死 这句话对我的憧憬很大 我一直 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中 有一天这个男孩出现 他告诉我 就算活得并不出色 也一定要遵循本性 他一心一意地 爱一个女孩 甚至愿意为了他去死 不认识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我该给这个男孩一个答案 如果我们都能活下去的话 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就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都在你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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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施限的所有的情愿 为你施限的所有的情愿 不讽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此理 不管多远的此理 我们是来辞职的 辞职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 感谢罗总给我机会 让我一次次证明我自己 我也想了很久 是时候离开了 既然老天爷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我想重新选择我的人生 有什么难处你可以跟我说啊 没有 谢谢罗总的好意 都请 你就由了他吗 我尊重叶子的选择 他不会胡闹 我相信 他在别的道路 一定能好好地走下去 好 以后如果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 尽管跟我说 好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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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天辛苦了 我去给你倒杯水 杜倩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 挡死我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还要什么脸 是不可能的唯一面 相信我又张开的脸 有我又梦见你一边 听不过心跳的瞬间 现在不能我做得快 可我们还是没有存在 这一天地只不发誓 一生无事 只爱你一人 若为此事 天地不如 臣妾也对天发誓 此生只为皇上所有 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不管多远的军迷 我们彼此的约定 不相信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我只想把所有都给你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不问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相信 我只想要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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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要和你